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也伸出一个念头 想要设计一款能够在陆地还有水面上同时行驶的自动工具 这个想法其实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 却不想也有人发明一艘特别独特的游艇 这款游艇的个头只有汽车一般大小 但是它不仅可以在水面上行驶 而且就如同是长脚一般 还能在陆地上跑 在行驶过程中是非常方便灵活的 并不会占据较多的地方 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奇这款游艇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款游艇也就是鲁瓜娜 用这款游艇之后就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不仅可以在海面上航行 还可以在陆地上奔跑 这其实和很多的跑车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它的内部还设置休息室和客厅 在上岸之后就算直接开进提示场也完全不会存在问题 比如说在遇到风雨天气时 也可以通过按钮来进行控制 马上就在船体形成一个能够遮封闭雨的场所 这个游艇其实分闭性本来就比较不错 所以不管是陆天又或者是敞篷 全部都可以自由的测换 有效的应对各种恶劣的天气 同时它的体积虽然很少 但是却拥有着装备齐全的休息区 成为特别舒适的一个场所 在经过一番的测试之后 发现这样的一款游艇 不管是在海滩上又或者是在沙滩上全部都可以顺利的上岸 而且在进入到岸上之后也可以正常的行驶 不会产生任何的局限性 可以说这样的一款游艇也真的是比较罕见的 这款游艇的底部特别还安装水箱的摄像头 所以当人们在坐在床上时还能够有效的饱览海底的美景 这绝对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 相信对于这样的一款游艇 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惊奇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